展開聖經明西米記第二章 一到十節 我要請惠眾跟我一起來念 雅達薛熙王二十年彌善月 在王面前擺 我拿起酒來奉給王 王對我說你既沒有病 為什麼面帶愁容呢 這不是別的 必是你心中愁煩 於是我甚懼怕 我對王說願王萬歲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層荒涼 神們被火焚燒 我請了面無愁容嗎 王問我說你要求什麼 於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那時王后坐在王的旁邊 王問我說你去要多少日子 幾時回來我就定了日期 王喜歡猜遣我去 我又對王說 王若喜歡求王賜我造書 通知大河西的神長雅薩 我經過尤大 我經過尤大又次造書 通知管理王元林的雅薩 使他給我木料 做薯殿營樓之門的橫樑和城牆 以我自己房屋使用的 王就雲准我 因我上帝師恩的手幫助我 王派的軍長和馬兵護送我 我到了河西的神長那裡 將王的詔書交給他們 和倫人參巴拉 並維奴的雅門人多比亞 聽見有人來為以色列人求好處 就甚惱怒 以下是正道的時間 正道的主題是 米西米系列二 仆人的引導 把時間交給陳牧師 亲愛的弟兄姐妹 這個時候我們一起站起來 我們同身低頭來禱告 我們為著台灣來禱告 8月1號凌晨起爆的事件 所造成的災害事件 為罹難的家人來禱告 為整個重建的工作禱告 更為這個時間的急迫來禱告 這個訊息到底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當聖經告訴我們說 人子來到的時候 人在房上 器具在屋上 不要下來拿 人在田裡也不要回家 你們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因此 人子來到的時候 連say goodbye的時間都沒有了 請問 你還有什麼時間 為你的家人 為你的朋友來禱告 來闖回呢 所以這個激迫性 非常地強烈 在告訴我們這個訊息 我們同身來開口禱告 天父上帝 我們向你仰望 靈敏臨到這個土地 赦免我們在你面前 所犯的過犯 我們不比他們好 只是你繼續給我們機會 存留在這個地上 吹逼著我們 向我們周遭人 穿揚神福音 主上帝 你的安慰领导 這些罹難的家人 主上帝 上次給我們政府官員 上次給我們所有的 經營的人 懂得 不但是 照顧自己的利益 同時也懂得 去照顧人民的安全 天父上帝 讓我們活在一個平安的土地上面 求你的話 激勵我們 當你告訴我們說 人子來的時候 必須要回想 罗的日子 因為凡想保全生命的 必上掉生命 凡上掉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 主啊 就在那個晚上 這麼多人離開 連說再見的機會都沒有 當你來的時候 不也是如此嗎 因此主啊 垂逼我們 承抹你的兒女 將你的福音 早早的 傳給更多需要的人 你的話語 临到我們當中 我們如此仰望 等候奉告 耶穌基督的名 阿们 请坐 我们跟隔壁的說 要常常祷告 今天早上 我们进入到 尼西米记的第二章 一到第十节 主題叫做 仆人的引导 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主題来分享 第一个讲道是 仆人等候上帝的回想 也就是等候神 这件事的重要性 尼西米是一个 做事非常果断的一个人 他祷告的时候 求上帝赶快的 能够尽早的 为他 预备跟婆子王 所要讲的话 给他这个机会 他祈祷上帝说 求你仆人献金亨通 可是当每一天 他早上祷告完毕 他上朝廷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那一天就是机会 也说不定 他心这样等候 可是王可能很忙 没有那个机会 他没有这个权利 主动跟王说话 除非他被召见 到底是不是好的日子 尼西米他在等候 一百多个日子 悄悄地流走 也许这几个月 国王不在 但是他越是祷告 他越发现 他要耐心等候 最恰当的时机 我们常说 欲速则不达 对他来讲 不是王跟他说话的 这件事情 而是他跟他说话 要说什么东西 我们常常跟一个 非常有权柄说话的时候 当你有机会说话的时候 你真的是哑口无言 我记得在金门的时候 我的那个师长 一个少将 那个时候的司令官 是这个宋新莲上将 他是清防部司令 唯一的一个人 唯一的一个人 士兴上将 他一出现 到我们司令部的时候 我们的参谋长 我们的师长 你知道我们远远看 就知道 脚在发抖 他非常的威严 因此跟王说话的时候 他要准备 要说什么东西 搞不好碰电的时候 给你机会 我们会结巴 我们可能会这样子 他要学习忍耐 他要详细考虑 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 他跟王说什么 等候上帝这件事情 非常的关键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 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 等候上帝有几个重点 这个重新得力量 重新得力是什么意思 重新得到上帝来 圣灵来的高模 诗篇所讲 我是被心油高了 我们等候上帝 上帝赐给我们高油 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 每一个人当信主的时候 你要体贴圣灵充满在你身上 圣灵要浇灌在你身上 我们一说阿们 因此你要跟神的御动 一起奔跑 你不能都不动 因此保持一个纪律的祷告 保持一个默想神的话语 保持一个等候上帝生活 时常预备 你要被圣灵的高谋 高上你的生命 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第二个是奔跑 却不困倦 如同装马拉的金罐 代表神口里面 所说出来的话 我们等候神的时候 祂就对我们说话 你没有等候神的时候 神没有办法跟我们说话 你在忙碌的时候 神很难跟你说话 赐给你新的意向 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你生命当中 那个期待的意向在奔跑 你是公司老板 你总是有一个目标 target在那上面 你有一个vision在 引导你往前走 你教导孩子 你总是有一个梦想在 而这个梦想是很实际的 不是一个幻想而已 你做得到了 上帝常常会赐给我们 天上来的意向 第三个 行走却不疲乏 好像约会里面的法板一样 摩西的法板上面 充满神的话语 神的世界在告诉我们 神的话语会激励 会勉励 会感动 会把那个感动放在我们心里面 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 不次缺乏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信心 是因为听神的话 我们听明白神的话 我们就有力量赢过这个世界 第四个 等候神 神要我们像老鹰一样 赞翅上腾 老鹰 没有什么力量给他 是因为他懂得抓住这个气流 因此我们要懂得抓住神的话语 每一个人都要等过神 带领我们像保罗一样 到天上的三层 可能你会说牧师 我没有到天上的三层 我可能一层 哇 一层也不得了啊 一层也不得了啊 你知道很多人 他信仰很久 他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看自己很好 你总是有机会 伤疼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哇 外面的世界 怎么又这么不一样 我干嘛那么样计较呀 你需要被神的灵 带到天上去 而且意象带给我们 整个方向的改变 彼得如果没有在屋顶上 浑游向外 梦见上帝给他意象的时候 彼得他没有办法 跨越到外邦去 神在意象里面对他说话 神也在意象当中 告诉你 你不是只有这样的 你不是只有这样的 神要不断让你的 神的梦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去 他好的旨意 要修正你自己个人的旨意 第二个 能力于高默 耶稣常常工作的时候 他都会退到旷野去祷告 他在那里做什么事情 他在那里等候上帝 他的父上帝要赐给他 一项能力 因此与他同战的时候 使他有一病干鬼的能力 耶稣不是自动有这个能力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也要等候圣灵的充满 他在旷野当中 受魔鬼的试探 他也要圣灵的充满给他能力 而我们不更是需要如此吗 因此耶稣说了 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的比我更大 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都要比做 耶稣在地上的事情还要大 我们走的范围比他还来得广 我们碰到人比他来得多 我们都有机会 做的事情比他来得多 我们大师说阿们 只是你要问自己 我愿意吗 我愿意把这个机会给神吗 因此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亲近上帝 大家就知道有个电导体 电导体外面都有线圈围绕的 插上电导体之后 环绕在这个电导体外面 这些线圈就开始就产生电流了 有辐射 开始有能量出来了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围绕在这个电导体 我们利用这个方式来解释一下 我们等候上帝的时候也是一样 群聚在神的面前 就像今天早上一样 我们每个人群聚在圣灵的周围 围绕着神的话语的周围 围绕着上帝的本身 因为我们相信上帝 他就临在我们的当中 大声说阿们 圣灵的高摩 能力自然流通在我们身上 好叫我们得到神的能力 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释放 有人被压制 我们释放神的能力 有人被病 给压制 有人受伤 有人害怕 第六个 我很喜欢第六个 当我们等候上帝的时候 变得更像主耶稣 我们的容貌 从离到外 慢慢的 慢慢的 不是很快 慢慢的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各位有看过母鸡 孵小鸡吗 孵蛋吗 有的有 大部分都有 我大概是从小一直看到大学的 我甚至于看到母鸡下面有好多蛇 然后看看我的爸爸跟我妈妈 我们一起跟这个蛇在作战 母鸡下蛋之后 刚开始这个蛋 看不出一点有母鸡的形状 真的看不出来 但是当妈妈 孵在这个蛋上面的时候 她的体温开始就感染到这个鸡蛋上面 二十几天 大概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母鸡下了蛋 你们猜一次下几个蛋 一个吗 五个吗 十个以下 这个母鸡还是有问题的 大概都是十二个 十五个 我们家母鸡有二十个 谁在唱歌 很多的鸡蛋 都看不出来 差不多三个礼拜的时候 小鸡的样子 像妈妈的样子 就出现了 它破壳而出了 就像这样 我们等候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在上帝的圣灵的翅膀之下 他用他自己的羽毛遮盖我们 圣灵的火 开始熬练我们 炼进我们 你的生命的样子 气质都变了 你看看隔壁的 你跟他说 你真的不一样 等候神 另外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 我们在你行神盼的路上 等候你 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 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 也间 我心中羡慕你 我里面的灵 切切寻求你 因为你在世上行神盼的时候 地上的居民 就学习公义 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在行神盼的路上 要等候上帝呢 因为这样老我 才能够蒙光照 被接近 产生真实的生命 有一个姐妹 上帝给她一个意象 她看见两棵树 一棵树是圣诞树 上面装了很多的装饰 光鲜亮丽 但是没有生命 不会结果子 风一吹的时候 装饰都掉下来了 另一棵树是生命的树 扎根在地里面 常常被修剪 被浇灌 慢慢长成 结果长成果子出来 主的光照在 这个姐妹心里面 跟她讲说 你信主很久了 被圣灵充满 你也常常被圣灵浇灌 可是你的老我 都没有被对付 你都很不愿意被对付 你很像那棵圣诞树一样 光鲜亮丽 却没有真的生命 你的生命 没有办法给人解渴 你常常指出人家的错 的同时 你也伤害了别人 因为你自己 没有让人家得到丰富 姐妹就问上帝 怎么办主 他说你要多安静 你要多等候 今天我们教会很多 这样的弟兄姐妹 劳我很强 信主很久 你们很爱主 你们很爱服侍 可是劳我很强 很喜欢彰显自己 可是都不愿意被修正 尤其不愿意被上帝修正 我们又像那一个圣诞树一样 风一吹震撼一下 东西都掉下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等候上帝 把你的根往下扎 你祷告的功夫 要做更深一点 你读经的话语 要更透彻一点 再再吸水吧 你像一棵生命树 最好指证 你究竟是一个好的树 你看很多人 真的是靠近你就知道了 而且他们 跟你讲你的话 都很诚实的 而且你可以发现 你真的讲的话 有那种医病 有医治的能力 你会发现 你自己会发现的 没有人头脑 没有那么差劲 反应那么迟钝 第二个光照审判 接近 我们愿意在神的审判路上 等候上帝被光照 愿意继续被主的甘甜 祂的爱 湿润在我们生命当中 如果我们认识上帝 我们会如此 如果我们也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很追求上帝 可是却是那么知识 很容易绊倒别人 我们在追求上帝的时候 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未来式 一个是现在进行式 未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朝见 未来完全荣耀的上帝 的同时 你也在现在进行式 也就是说 我们因着圣灵的充满 我们越来越被净化了 因为说pulify 越来越被洁净了 你越来越看见清楚 因为你越来越认识上帝 神的荣光返照你的身上 你看见自己不配 以至于你会像以赛亚一样赦免我 也至于你会像彼得 看到耶稣的时候赦免我 我是一个罪人 一个真的是有圣灵充满的人 他越是懂得很快看见自己的渺小 我们奔跑神的道路 一直走到上帝的审判台前 我们不必到那个时候 才被上帝审判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我已经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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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帝审判了 等到那一天的时候 我已经解禁了 大声说阿们 以至于我们遇见上帝的时候 你也就不怕了 为什么人会怕 因为我对你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才会怕 不是这样子吗 我如果是很熟悉你的人 我怎么会怕呢 我的孩子怎么会怕我 不会啊 他们知道我的脾气 我们总要知道上帝的脾气 我们太多人 太不了解上帝的脾气 第三个 光照如果不悔改 会产生蒙蔽 当我们等候主的时候 主的光会照在我们 可是有一种状况 我会故意的不让他照 有没有可能 有 你的老我特别的强 如果是如此 你故意去抹灭他的时候 渐渐你老我越来越厚 主的光 最后没有办法照进去 那么 你在神的国度当中 看起来还是追求上帝的时候 你是掺水的信仰 掺罪 你的生命 很肤浅 我们常常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我说真的 你真的要小心去听别人是怎么看你 你要小心去看别人是怎么样看你 第四个 心态跟追求 我们常常像主这样祷告说 求你的光照我 给我忧伤痛悔的灵 求你的光照我 看我哪里还有老我拦住了你 我愿意被调整被修剪 好被你使用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等候上帝非常重要的功课 非常重要的功课 尼西米 他懂得等候上帝 等候上帝时间不是白白浪费的 安静思想 给尼西米提供很多很多的构想 应该怎么样面对亚大歇西王 当他跟他问话的时候 他该怎么说 而且问话的时间很短 很短 二章第一节 那个时候刚好是颇示了一个结局 叫尼三月 相当于我们这边的新年 尼西米祷告上经过四个月的时间 研究希腊历史学家 认为说根据传统习俗 在新年的庆典这个期间 向狗王提出请求的话 比较 比较 不会被拒绝 我们后期可以理解 在新年过去 这个庆祝的期间 我们都不太喜欢听到不吉利的话 对不对 比方说 七年的时候把碗弄破了 不小心 你马上用很好的话 把它美化起来 你会说什么 没有关系 这叫做什么 睡睡平安 对不对 但是我的程度是只能破破一个碗 再弄破两个碗 我就不太高兴了 弄破三个碗就开始冰斗了 我们会用这个美化 还有很多的是例子 我们可以听得见 意思就是在新年当中 大家很喜欢把这个欢喜快乐的心 在这个节气里保好保留 国王看见这个九镇 满脸忧愁的样子 跟所有其他人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这引起王很大的关系 而且他非常喜欢密西米 所以因此他主动地提出关切的话 这个恰当的时间 密西米他开始要跟他说话了 第二个 上帝仆人的信靠上帝 上帝仆人信靠上帝 要他先往目不转进去 盯着满美忧愁的这个 九镇的表情 要他做解释 这个时候他心突然就停止了 内心对自己说话 于是我心甚惧怕 可见王很少跟他直接说话 因为他在吃他喝的东西 吃的东西的时候 他吃过了 有人把他拿过去 他不必跟他说话 他亲自看见这个王 怎么样去惩罚他的臣仆 怎么样当场羞辱 他看过 他不必跟他说话 他已经知道他的惧怕了 大部分的人 都有惧怕某种东西 有些人怕过去 有些人怕报应会追上来 有些人怕现在 这些怕的东西会限制你行动 怕黑 怕蜘蛛 怕蛇 怕人多 怕封闭 三次我给一位 新夫妇照相的时候 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来 怕照相 怕照相 有些可怕的事实 未必真正的存在 可是真的会威胁人 真的威胁人 高雄三多的商圈 最近没有人敢去走在那个路上 台北市马上问说 我们的地底下怎么样 我们中立市民可能走出界也会讲 我们地底下买什么东西 我睡到一半 我们中立教会下面买什么东西 我们会怕 Portelic 保罗 天理克 他把人类的忧虑分成三类 第一个呢 是古老世界的特征 怕死 第二个是宗教改革之后 典型忧虑 是怕醉旧感 第三个 是二十世纪人类 最大的一个恐惧 怕人生没有意义 但是那些得到上帝平安的人 他们找到解决人生 最大恐惧的秘方 初代的基督徒 他们面对冷嘲 热讽 逼迫 苦难 煎熬 杀害 但是他们没有惧怕 因为他们不怕孤单 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 弟兄姐妹 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福气 我们就说阿们 在那个几个月 肯定有很多的问题 奔驰在尼西米的脑海当中 他问了兄弟 他问了一个兄弟 哈纳尼 有关耶路撒冷的事情 这个是从上帝来的感动 他应该为这个事情做什么呢 他能够为自己同胞尽上什么力量 尼西米一定之前曾经提过 他听过 以士帝王后 为了挽决犹大百姓所付出的代价 那句话出自于莫地盖 跟他讲的话 一定对你西米心里 产生很大的一个震撼 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就是为今天的机会吗 弟兄姐妹 其实这句话也是对你在说的 每次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对你说话 圣灵对你说 言之你现在有这样的位置 不就是有机会为我来服事吗 我的孩子 当我们站在现在有能力的位置 我们也曾经被上帝经验过许多的恩典 认识他的旨意 神让我们看见一些事情 听到一些事情 唤醒我们内心来回应的时候 圣灵对我们内心说话说 难道你看到了你听到了 你的心一点都不敢动 你的双手都不伸出你的帮助吗 对你心里来讲 这个不是自于怕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勇气进入到 尼西米心里面 他就说了 愿亡万岁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枕荒凉 城门被我焚烧 我岂能面无愁容吗 他没有办法再掩饰住他的忧愁了 主贤埋葬的地方 如今成了荒芜之地 大火吞灭圣城 坟地被亵渎这个说法 触动了王内心的柔软的心 婆世人他们也尊敬祖先 看坟地为圣地 尼西米只说 那一层 他没有说耶路撒冷这个名字 因为他知道 对话之前说 尽量避免不要说那个名字 因为王已经下令 不准再提起 新建耶路撒冷成交 这件事情 只等到王主动跟他讲说 你要求什么 第三个 神的仆人的祷告 尼西米是一个随时祷告的人 他在关键时刻祷告上帝 经上说 于是我莫祷天上的神 就这几句话 非常激励人的心 关键时刻 这个祷告非常的精简 关键时刻 百感交集当中 快速地跟上帝祷告 当王跟他说话的时候 可能我在猜想他只是脸这样朝过来 他赶快磨倒 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 我想起在公立告中 我们在发便当要吃饭的时候 我的祷告每次就是头低下来 故意去拿抽屉的东西 在那个刹那迅速快速之间 我祷告了 我只是不愿意被人看见 我祷告 我的样子跟你西米很不一样 他的祷告真的是扣人心弦 我们再一次看见 他的祷告的忠孝季 第一个他强调祷告的必要性 四个月了 他天天祷告 可是这个时刻 关键时刻 百万人的以色列的百姓 以后的命运 就看他在最后当中 跟这个王的对话 有非常关键的连接性 弟兄姐妹 许多时候我们这几句话很重要 许多时候 你那几句话可以帮助一个人站起来 许多时候你讲那几话 让人家跌倒 你真是要常常转头 我想天上的上帝 这个命运放在他身上 他责任太重了 一个人怎么能够承担呢 他需要祷告上帝 不是吗 他需要祷告上帝 我们教会怎么能够成长 你们既望在神的身上 既望在上帝 既望在牧师 还既望在你的身上 都需要 我们需要常常摸到 我们天上的上帝 他的祷告 描述祷告的随时性跟立即性 我们不一定要离开喧嚷的地方 到特别的地方去 或者抽出了时间 不受干扰 在长时期那边 末祷上帝 亲近上帝 任何时刻都可以祷告上帝 只是你的心 那个地点 那个时间 在那个君王的面前 尼西米其实站在的 站着的地方 是站在天上宝座的 耶和阿上帝面前 我们一起说 哈利路亚 他只要面对上帝就可以了 什么时刻都是圣地 就像摩西一样 上帝说脱掉你的鞋子 那个地方就是圣地 所有的地方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你的家都是圣地 教会是圣地 你吃饭的地方都是圣地 工作的地方都是 所以我们在等人的时候 在旅途当中的时候 站着排队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可以抬头仰望上帝 为了将来 要为了大的服事 服事的事情 得着神的力量 来祷告上帝 只需要一秒钟 就可以让你亲近上帝 只需要一秒钟 就可以让你 清新涂一地向上帝说话 我们越是 没有时间 那就要小心 小心 魔鬼包门陷落到 一个地方的谎言 就是你太忙 你还太重要 所以没有时间祷告 你小心 你千万不要掉到 这个陷阱里面去 他显示祷告 是紧紧依靠了 就在那几秒钟当中 他不是像遥远的 天上的父亲 在那边呼喊 他是私底下 跟慈爱的天父 在那边交谈 可能根本没有 讲什么东西 只是叹气 只是呼吸 只是心里面讲说 我需要你 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了 他也证明 祷告的有效性 快速的时间 上帝立即的蒙吹听 我们有时候注意看 神怎么应允你的祷告 他不见得 他马上回应你 你可能听不到 可是他却把那种 感动的心 放在君王的心里面 亚大切序王的里面 他放进去了 他放在他的里面去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 尼西米的祷告了 上帝把那慷慨的念头 放在亚大切序王的心里面 他看起来依旧是 非常畏惧的 让人畏惧的国王 可是确实 那个时刻 变成一个非常温柔的 又有灵敏心的一个天使 他变成上帝使用的庆明 他拯救神的计划 他答应所有的器具 供应给他用 伟大又有权势的 一帮的君王 在神的眼前 也是一个人 我们一起说Amen 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上帝 他是可以改变人性的上帝 不要以为你所想的 那就是对 永远有一个空间 给上帝来调整你的心态 第四个 上帝仆人做计划 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们看见一个重点 尼西米不只是一个 爱祷告的一个人 我发现这个是我们教会当中 台湾长老教会 我先不讲别的教派 我们最希望学习的地方 我们喜欢赞美 我们喜欢祷告 我们喜欢说话 可是执行者太少 尼西米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喜欢祷告 他会主持 他是一个计划的一个人 可是难得 他又是一个执行力 很强的一个人 他亲自参与在当中 他努力进行一个 高效率策略的时候 他多次祷告上帝 给予他非常清楚的思路 他听到耶路撒冷灾难之后 他想要伸出他双手 而且他全力以赴 因为以后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他的双脚也要走在当中 他的双眼也要观察 然后他的双手也要亲自搬运石头 我们在教会当中 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建造神的教会 会思考 会祷告 会行动 我们一起说好吗 会祷告 会思考 会行动 再一次 会祷告 会思考 会行动 人生有时候会遇到很多挑战的机会 来为上帝做事 有时候可惜 那个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 照自己所愿 很快地 全心全意地来回应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你有很大的职责在身上 没有办法立刻地去参与 有时候根本不能够参与 当我们不能够做 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必须做 你能够做的事情 在那个度日如年 四个月漫长祷告的时候 尼西米 很想做许多事情 可是他不能够做 他只能做一件事情 祷告 他等候 后来当王主动问起来的时候 问他的要求 他立刻回答 用非常精简的 很确实的 因为王很关心一个问题 你要去多久 什么时候回来 他这个问话很像原住民 你要去多久 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所有族的口音都是这样 要不要跟牧师练习一下 预备 请 你要去多久 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国王很喜欢他 国王很喜欢他 于是尼西米 定了日期 你注意看他的经文 定了日期 王很高兴地拆派他去 第二个 主动要求王给他建造城墙的材料 第三个 要求王给他造书 派军队保护他 王能够提供 两个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是建筑的材料 第二个是军队的保护 这个环境比起十三年前 以色拉带领第一批的犹太人 返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王也想要派军队保护他 但是以利沙没有 非常的客气地婉拒 因为他深信 上帝施恩的手 会帮助他一切 但是对于十三年后的尼西米不一样 他认为 上帝的帮助 也需要他派军队保护他 两个对议题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同样 做到同样的目标 我们在教会工作的时候 有些人用比较创意的方式做 明白目标方向一致性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学习方向 尊重你的意见 时空改变了 尼西米可能不认为 十三年之后的环境 可能更加的险峻 他的确需要上帝的保护 军队的派遣 跟需要的材料 是一样的重要 第五个 我们进入到这个经文当中的第五点 微小的感动 带出伟大的影响力量 牧师要鼓励所有弟兄姐妹 要记住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所做的每一件的恩典 你要好好地记牢 因为我们随时都要为主做见证 在上帝垂听了尼西米祷告的时候 引导他的思维 指示他的言语跟满足 他所需要的恩典上面 他做了见证 他说 王就允准我 因我的神 施恩的手帮助我 他做这样见证 上帝的仆人相信 只有神能够在国王的心中 跟九正的命运上面 做如此奇妙的改变 有一位客人 从远方来到的苏山城 做客 这位以色列的同胞 他跟尼西米说了一段话 然后就开始启动了骨牌的效应 最后耶路撒冷城重新被建造 大多数伟大的事业 都是从非常微小的事件开始 尼西米却把这个感动放在心里面 他不停地祷告 希望这个梦能够成真 他等候时机的出现 他认真做好他原本的角色 让他在王的面前 获得王的欣赏跟信任 然后他把这个重建圣殿的 感动也传给了国王 王就隐隐了 隐诺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并且派军保护他 然后王又给予诏书 这个诏书等同于国王的亲领 叫那些抵挡者看见了 没有办法拒绝 尼西米写下这一段 是在见证上帝是如何 引导他走每一步路 有神在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呢 有神能在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呢 这个上帝到现在 依然都是一样 我们要常常见证 这般有力量的见证 证明我们时时与主同在 大家都听说过 蝴蝶的效应 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当中 一开始都是微小的变化 它带动了整个系统 长期的巨大的 一个连锁反应 这是一个研究者 他说到 有一次在巴西的蝴蝶 在轻轻拍动 它的翅膀的时候 经过了数个月 在德格萨斯州的时候 会兴起一个龙卷风 你们会想说 哪有可能 而事实就是如此 蝴蝶效应 其实真是发生 在我们生活当中 每一分每一秒 不幸的话 想想你自己的行动 一个日本的一个记者 他在中国大陆 研究每一条河 他暗暗地研究 暗暗地拍摄 中国土地上面的 已经剩下很少的河川 是干净的 大家所想的是 我要赚钱 没有人去想 他的东西是破坏河川的 从小支流 一直到中支流 一直到大支流 你去看中国的东岸 的沿海 你注意看 飞机如果开始下降的时候 看见 都是黄色的 而如今中国大陆 才开始想 环保的重要 刚刚才开始 刚刚才开始 你会发现 你所做的事情 跟大自然环境 跟这个环境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试看看 我们每一个人 从今天开始 你少用一个 塑教带的话 我们台湾 可能有一个化学的工厂 塑教工厂会倒了 这是可能的事情 这是好的事情 我们如果每一个人 开始保护我们的身体 我们少吃药 我们药房 可能会倒好几件 我们医院可能会缩减 这是好的 我们有几个地方 不能够常常说再见 监狱不能说再见 医院也别说再见 没吃到医院干什么 有些人喜欢到药房 是因为他喜欢那个药 一大堆 他喜欢 古牌这个 忽略效应 有一个民谣这样说 说丢失了一个钉子 坏了一只铁蹄 坏了一个铁蹄 折了一匹战马 折损了一匹战马 伤了一个战士 伤了一个战士 输了一个战场 输了一个战场 亡了一个帝国 我们不必等世界大战 这个地球 我不知道 我们下一代 会怎么样抱怨我们 我们留下给他们的 这么脏乱的一个世界 如果今天 这些做事业的人 他明明知道 这个是会危险的管子 他应该做标记 他应该不要走这条路 可是我们只关心到我们自己 这也是蝴蝶效应 弟兄姐妹 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应 叫爱神能得到益处 我们自己本身 就有多次经历到上帝恩典 可是我们却无法想象 我们无法从逻辑的思考去想象 小小的祷告 却可以让我们经历到那么多奇妙的事情 我们只要鼓动的 祷告的翅膀 鼓动的祷告的翅膀 上帝就可以使世界另一端 发动属灵的龙卷风 上帝鼓动 尼西米他不断地祷告 上帝挑起另外一个属灵的眼光 在亚大学习王的里面 只要影响他一个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 他是皇帝 他一个命令出去 他写几个字 亚大学习王 大河区的神长 看到招书的时候 无话可说 上帝影响重要的人 而神影响他 尼西米 你可不影响到重要的人呢 你相信你的祷告 可以影响到重要的人吗 相信吗 你们怎么都没有反应 睡着了吗 你相信你的祷告 可以影响到一个重要的人吗 我们大声说 阿们 你尝试的祷告吧 神会给你机会的 我不知道上帝会给你什么样重要的人物 出现在你的周围 我不知道 尼西米四个月 他改变了一个人 不是他改变 是上帝给他机会改变 而你可以的 神迹其实常常出现在那个爱祷告 等候上帝作为的那个人 因此 我们正面临了一个全球性结构的自然环境巨大的改变 我们基督徒都是属于你的催化剂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尼西米纪不是叫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伟大 他只不过是见证 神是怎么样跟他同在 重要的是 他怎么样因为小小的感动 从影响自己 进一步影响到那个时代 他真的影响到那个时代 非常之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从小小的感动开始 改变你自己的态度跟行动 影响你的家庭 进一步影响你的工作环境跟社区 再进一步 上帝要你影响这个时代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啊 我们虽然是渺小 可是我们却不敢轻看自己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 你都如此看重我们 你都愿意用你自己的独子 来赎回我们 每一个孩子 都是你宝贵 精心创造出来的 在我们心里面 有许许多多 许多可怕的事情 是我们不知道的浅尝的力量 是可以改变这个时代 祝我们有那么多人 在这个地方 凤里面聚集 我们形成一个极大的影响的信仰团体 我们成为一个巨大改变世界的 炎跟光 主啊 求你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光射出去的亮度 是强烈的 求你让我们聚在一起 成为一个炎 去感染 翻转这个世界 的力量是强大的 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 你常常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先把我们生命所调整好 先把我们老我的对付好 以致我们可以充分的 没有任何的保留 像尼西米一样 被上帝使用 愿神你成就 工作在他的身上 也成就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你所爱的孩子身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